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空气压缩机 Compressor 我不知道它中文具体叫什么 因为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也压根没想过我自己会买个这个东西 我只是叫装修师傅来我们家 比如说通下水道 或者是做点木工活 他会拎一个这个东西来 有很多师傅也是装在他们电瓶车的前踏板上 然后带着到处走 然后在用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很响的声音 响完了之后有一个管子出来 然后他接到一个东西上 我见到最多的就是那个气钉枪 然后他在做木工的时候 就可以拿那个气钉枪 啪啪啪啪啪 然后一下子就是打一个钉子进去 我看着挺吓人的 把你打到人身上也是真的 可以当个武器来用了 只是还好他要接一个管子 他不能是无线的 他要是无线的就更厉害 就说到这就是那种气钉枪 其实我也是出国之后才知道 像这个德沃这种大的品牌 它是有电动的气钉枪的 就是像那个电钻一样 但是它是无线的 你只要装上那个电池 然后买上那个气钉往上一放 然后你也可以跟这个气动的一样 啪啪啪啪打 我觉得那个就挺吓人的 那个跟枪我觉得也差不太多了 打到人身上真的也是要命的 所以这个工具 首先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 一定要把它看管好 但一般来讲 小孩子也不太会 到你的这个工作区域来 我最早选择要想到要买一个 Compressor的最初的原因 就是因为拆轮胎上的螺丝 原因因为轮胎上的螺丝非常的紧 你会看到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 自己徒手换轮胎的在路边 车袋的随程工具 其实有的时候你拆都拆不下来 还有一个人站在上面 才能把这个轮胎的螺丝拧下来 而加拿大的冬天 基本上都要换雪胎的 所以你一年当中至少要有两次 就是在冬夏换季的时候 要更换你的轮胎 那这种时候如果我去外面换 其实第一个要换胎季 这个叫 那排队的人会非常的多 然后你等待的成本 时间成本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受不了了 明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买这个二手车 他当时前车主已经留下了一套雪地胎给我 所以我这个车其实是在家里就放着 四个轮胎的 算上装在车上的一共有九个轮胎 因为车上有四个 然后雪胎又有四个 然后再加上一个备用胎的 一共九个轮胎 所以自己换是当务之急 那我每次都如果用随车工具去换的话 其实这个就太累了 那之后就想过买电动工具 像这种电动的功率比较大的搬手 大牌子也有过 但是那个价格太贵了 那如果是加币的话 应该在四百到六百刀 那你再乘一个五 那便宜的话 也就是两千块钱 一把电动螺丝刀 只不过它力量比较大 它能够卸轮胎 那这个我就觉得始终不能下手 那有一些国产的标称是 它的扭矩是可以拆掉我的这个车的轮胎螺丝的 那我买了两个品牌 然后试起来呢 都不太行 就是勉勉强强能把它弄下来 但是非常的不好用 说拧不下来就拧不下来 那体验也非常的差 虽然便宜 大概500块人民币左右吧 就这种 但是实在是不中用啊 所以那两个也就都退了 然后我就想到那干脆就用气动工具比较好 因为修车厂你看到的一般都是用气动工具去拆 这个是我最初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去关注这个气动工具的价格 基本上呢 像这样的一个compressor 因为你气动工具 你首先带有一个这个东西吧 这个compressor换成人民币 我买的这个换成人民币也就是一千块钱不到 当然我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那你如果要买这个电动的那种 螺丝刀能够拆下来 轮胎螺丝的那种 我刚才讲了 要两千块钱 那我一千块钱有一半的价格 我就把这个气动工具给买了 然后如果我再买一个气动的螺丝刀 它能够拆掉汽车螺丝的这种 符合汽车螺丝这种 那这个一般来讲就是 一百刀 那换成人民币就是五百块钱 那也就是说一千五百块钱 我可以既有一个compressor又有一个气动螺丝刀 我就可以拿下了 那这个总价还是比你直接买一个大品牌的这个电动的要便宜 虽然电动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没有线连着嘛 这个你始终要有一个气管去连着 但是出于金钱考虑 这个还是绝对划算的 我试过了 它非常的给力 拧螺丝嘎嘎的 绝对没问题 那更何况 我这个一千五百块钱花下来之后 我不但能够满足那个四五百刀的电动螺丝刀 拆轮胎螺丝的需求 我还可以用它来干别的 比如说很多时候洗车的时候 那些小的缝隙 我可以直接用高压的这个风枪去吹气 把那个里面的一些树叶什么都吹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小的吹气头 这个头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可以换 那就是附赠的一个很好的高压气泵 我就有了 再一个给汽车轮胎打气 我就再也不用类似于什么小米充气宝 小米的那种给轮胎打气那种东西 电池太不耐用了 而且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充一个轮胎 我要在车上等15分钟才能把一个轮胎充满 因为去年我的车轮胎扎过两次 我都是要拿它充满 然后开到那个修车上去 因为我的轮胎是有保修的 所以它还是免费给我去补胎换胎的 因为这个事我的轮胎还换了一个 因为有一次是扎到内侧了 没办法补了 就免费给我换了一个新的轮胎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你如果拿这个东西充气 可能是几秒钟就能充好了 但如果拿那种什么电动的充电宝 充气宝充气的话 那个真的是要几十分钟的等下去 那个效率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这都是附赠的一些好处 就是你有了这个compressor之后 这些都可以直接获得的 包括这个 那像这个就是充气的套件 这个是一个气压表 就是它 就是它可以拉出来的 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以侧胎压 这有一个标尺是隐藏的 然后你把这边压到轮胎上 它这个就出来 告诉你多少怕 然后这个就是直接充气的 你们在那个路边的修车店 都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你直接去充 就方便很多 因为我没有买那种带压力表的充气的 我买了 后来今天刚给退掉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的compressor上面 是有这个输出的压力的 我只要设置好这个 它直接冲到那就停了 然后如果我担心的话 我再用这个轮胎的胎压表去测一下 这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而且这基本上就算全是附赠的了 包括以后 如果我真的是在牵扯到要干木工活的话 其实我再配一个这个气钉枪 那我直接也可以做一些木工 木工应该之后一定会设计得到的 那包括如果你有这样用泡沫洗车呀 包括以后想大面积的喷漆呀 其实你只要买一个相对应的这个头子 这个气动工具的这个头子 因为这个管就是你可以拔掉 它有个快拆 你看现在我接的是这个充气的吧 然后我只要这样 就是它这个能动能看清吗 就是你接上的时候 它就接上了 然后拿掉的时候 你这个往下一来 它就掉了 然后你要拧螺丝的话 你就接这个 这就可以拧螺丝了 非常方便 就是唯一的不足就是带了一个管 你可以专门配管 我没有配那个太贵的管 因为那种 大家在修车场看到那个管也有个卖 但那个比较贵 就是它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盘子 卷在里面 然后掉到天花板上 你用的时候往下拽 见到过这个姿势吧 那个就是接这个气动工具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是用气动工具的话 其实我还是蛮推荐的 如果你家里有条件 特别是在北美地区 自己有车库的话 我觉得这个工具还是一个蛮必备的 我觉得家里必备的工具有两个 一个是compressor 一个就是那个高压水枪 这个是必备的 我现在发现如果你自己有房子 你那个拿高压水枪 每隔一两个月去冲一下 你们家的那个垃圾桶 我觉得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更何况所有的洗车 你都可以搞定了 包括给车做所有的 包括你的外墙的清洁等等等等 我觉得高压水枪在北美地区 真的是一个必需品 一定要有 再加上就是这个 那这个东西其实它的使用原理跟方法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 就是它是要插电的首先 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功率比较大的气泵 你插上电打开开关之后 这个气泵就会把空气去冲到这两个气罐里面 因为这个气罐非常的厚 钢罐应该是 铁罐也钢罐 这个气冲进去之后 它就会产生压力 那这两个罐子就是帮你储存高压气体的 然后当你使用的时候 它会从这两个接口里面把你需要的气体放出来 那通到你所有的气动工具上面 原理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但我这个可能多一个功能就是我可以调节 这边有个调节按钮 我可以调节它的输出气压 然后以适应我不同的工作 那这个气罐有大有小 这个电动打气泵的功率也有大有小 分别适合不同的活 那我买的这个呢是属于中档的 有一些需要很再大一点的气压的 它就没办法胜任了 选择这个compressor 其实有两个要素要看 一个是你的气压输出有多大 这个直接决定了你 比如说你用这个气动扳手 它的扭力有多少 你的气压越大 它的扭力就越大 这是第一个要考量的 气压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气罐的容积 因为如果你要干强度比较高的活 你的气罐的容积又比较小的话 那其实它动不动就要充气 这个就像你用一个很大的电池 去用一个很小的充电器去充电 它可能 我遇到最夸张的情况就是 这个充电器插上了之后 它只是让你这个电脑的耗电耗的慢一点 但是还是在耗电 它并没有在充电 然后这个充电器呢就热的发烫 所以这个就属于工具和你干的活不匹配造成的 所以根据你要干什么活 你要去选择这个气罐的容量是多少 然后你根据自己的需求就选择就好了 我选的是一个中档的 一般你到这种店里去选购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包装上面有一个大的表格 上面有写我这个工具适合做什么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吧 如果你不懂这些参数的话 你在选购的时候 在这个外包装上呢 可以看到吗 这个上面会有写 你做什么工作可以 做什么工作不可以 你也可以按照这个去进行选择就好了 然后对于这个Compressor它的使用过程当中 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插上电一个开关 连接好相应的这个工具就可以了 但是有两点是需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点就是你用这个工具的时候 特别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 一定要带好这个防隔绝噪音的耳机 所以等一下我会 我会利用我的 我会利用我的AirPods Pro第二代 然后去保护我的听力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对于这台机器的维护 每一个Compressor 它的气罐的下方 这个地方都会有一个 看得到吗 就在这个下方 在这里看到吗 下方这里都有一个排气的口 它正常使用的时候关闭的 然后你这样就是打开 这个切记每天 因为你白天用 你用完了之后 第二天你去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打开 然后把气罐里面的气全部都放出来 然后再把它关上 第二天用的时候 重新充气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说这个要把这个气放掉 非常的重要 原因是因为 你把空气压到这个罐子里之后 大家知道空气当中含有非常多的水分 那么这些水分子也会被压入到这个罐里面 但是在这个正常的压力下面 水是以水蒸气的状态存在的 它是气体 但一旦你把它加压了以后 这个水蒸气就会变为液态水 那这个液态水呢 其实就会流到你这个气罐的罐底部 一直存在那边 如果你不去把它放开的话 那么这个水就会腐蚀你的气罐内部 那时间长你这个东西就坏了 所以每次用完的时候 一定要把最下面这个开关打开 其实它不是为了把气放出去 如果不是因为水蒸气的原因 你可以不去做这步操作 一直让它里面冲着气 到下次用的时候 你还可以有气 不用等待它冲半天 但是由于有水蒸气的原因 你每次用完特别是家用 因为我们频率比较低 如果是上班 你在气球场上班 应该是每天下班关电之前 都要把它放掉 然后第二天上班再重新冲 然后这一天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如果是家用的话 只要你用完 你就记得要把它放掉 这个就是第二个用Compressor 最重要的因素了 好那接下来我在 搞我这辆车的过程当中 我也会用到它 那这个就也作为单独的一期节目 先为大家去讲一下 我的这个新工具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